或者是到香港玩耍 请大家告诉亲朋好友 12月25号看叶问3在队啦 一定要亲自的到台湾来 跟所有的女朋友见面 好 各位年轻朋友再撑着点 你们的马步都蹲得非常好 叶问总是不遇不活的 来化解所有的难题 允文允武而且非常有武德的大师 由真子丹大哥来诠释 是最适合不过了 3 2 1 让我们紧紧相扣 相约看叶问3 哇你看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三个真子丹大哥 亲民的架杠可以使用的牧人装 保证你功力倍增 感觉哇太酷了 这就是我们所有华人移民 最爱的经典场面 这次宣传怎么会想要 带着老婆还有小孩一起 是这样子 其实以前我已经说过 有好几次访问就是 我经常不在家里 那么不要说跟小孩 我跟我老婆经常都不在 拍拖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工作 不忘娱乐就是 我工作的时候我可以跟我太太一起 在香港也是这样子 我们可能因为我太太也经常出席这种 就是商业的一些娱乐的活动 无论商业的活动 慈善的活动 那么我们可以同时出现 同时出席 然后同时可以也一起 比如说一个晚宴 可以一起吃饭 我就作为短短的时间 可以带大家去 一时而了 那么小孩 以前我不带出了他们小 那么现在大了 我希望 首先就是 也可以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他们 刚刚拍完星球大战 我在伦敦五个月 我回来两趟 每一趟大概三天 两天都是工作 工作排的满满的 剩下来的一天 他们也上学 很少跟他们在一起 那么我希望以后多点机会 无论我拍戏也好 我到哪里也好 都经常带着他们 如果他不用上学的话 另外就是 小孩已经大了 我也希望他们 多了解爸爸做什么的 无论在片场多辛苦 或者是出来 看看你们 就是知道爸爸 每天做什么的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小朋友以前 是有跟你抱怨过 就是很少看到 都习惯了小孩子 他们从小就这样长大了 这个也非常内疚 其实每个演员 他演一个角色的时候 都是把自己的经历 自己的一个体验 把自己的那种感觉 放在角色里面 所以这叶文三的那集 其实也是说这个 叶文为了他的工作 他的追求 然后忽略了自己身边的人 他太疼 所以其实也跟我身边 就跟我身边的人一样 我是把他们忽略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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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